上半場我們看到的是BYG 算是有調整回自己的狀態 但緊接著面臨到的呢 算是現在近期這一週可能 戰況比較慘烈一點的HKA喔 嗯 是 這個HKA三連敗了我記得 沒關係還可以繼續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是那個連敗沒關係 重點還是我覺得是 賽季中調整狀態 找到贏的方式 最後在季後賽殺出重圍 哦 然後就會發現這個隊伍有點動不太起來 哦 好像是有點這樣的情況發生的 所以其實HKA現在可能 比較需要去注意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哈哈哈哈 就簡單來說就是 看破手槍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可能就是我 因為我自己 沒什麼在關注就是 那個打野位的那種針對嗎 還是說是 不是不是HKA這隊伍 哦 哈哈哈哈 直接 沒有啦 這可能這個Chowey教練要稍微去 Beyond Gaming那樣嘛 大家都知道他要幹嘛嘛 但是他就是打出了他們隊伍的那種 特色嘛 對 對 就是他們的中路那個 假讀音表 不是 那個 這個 這個 斷腿版的 不要射 這樣 有點 雀巢的影子 哈哈哈 然後繼續滾動雪球 因為他們其實算是一個團戰 像你講的團戰隊伍 對 他們不太算是那種 營運體系很強大的那種 反正他們的套路很簡單 他們就是選 打起來 簡單 配合槍 暴力 暴力 對 然後前中期就是你技能會中就很厲害 哈哈哈哈 技能會中就很厲害 哈哈哈 簡單點就是這樣嘛 大家簡單點 我們在首殺率上面 其實Beyond Gaming是83% 另外被HKA只有50% 代表的是 其實Beyond Gaming更著重的是我滾動雪球的這個開啟 應該說他們的前期的進攻點更明確一點 對 他們知道他們這個 就相對的還是那個問題嘛 你的陣容 他選出來 對 他知道 他該去打哪個點 嗯 就是很明顯 我今天就是打上路這個點 對 就是小亮選了個 呃 呃 什麼卡 蜜兒 蜜兒 哈哈哈哈 小亮選了個蜜兒 你剛剛想很久耶 哈哈哈 我剛剛那個 都是三個字 你知道嗎 你剛剛想很久 Ban嗎 對 鱷魚一定Ban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 小鹿你要考慮一下 就是HKA的話 小鹿可能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封鎖 甚至是你要搶手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啊 Ban 他打野太多隻了 還不如Ban他中路 哦 Ban他中路 對 就是 也是口袋破洞類型的 對對對 你好像很熟這種 哈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你講完就消好了 我想說你是不是很懂 略懂 略懂 哦 色拉粉也沒得玩 其實老師剛剛有提到一個點我覺得也比較難就Ban的星朵拉你要壓這組 說阿里安娜 哦說真的 阿里安娜很難壓哦 就是 呃 很 可以啦 可以啦 頂尖的星朵拉應該可以 要頂尖 要頂尖 你有提一個前提 要頂尖 那頂尖的阿里安娜跟頂尖的星朵拉 5-5開 哈哈哈 OK 哈哈哈 然後像這兩隻角色的話 其實就像老三講的 我完全是看ID跟操作了 就看球會不會中 兩個球都玩得很好 中路兩個都是球女嗎 哈哈哈哈哈哈哈 欸 欸 哪裡怪怪的喔 哈哈哈 而且就玩球的 是是是 沒事沒事 可是兩邊嘛 打消耗打點是 欸在 在對抗上面的話 更多選手現在願意拿小胖來打 往前一跳 跳 雲倒 拋野 ROG被爆打一波 選手們請義 哦 請義了一下 有稍微進修了 欸 出手 來看一下 柴犬被定住 吃到一個出手太多者 好滑溜哦 其實兩邊 其實兩邊都 不能打 左邊應該要知道 他們輸一個踢 這就是中路輸線的烈勢 你懂嗎 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可能比我更懂 我好像更懂一點 你好像更懂一點 而且最後通牒 你三分鐘五分鐘得做的事情 十分鐘前要再做一波 dive 不然說真的難玩 另外被HKA是往上走 結果竟然是打上 一個名副協力拉 那人家先出手 而且是閃線一指 HKA的三人甲警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 在接下來中路 哦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Biven對於星多娃掌握度挺高的 而且打出了相偉手提出來 直接交一手大絕 Q沒 OK 然後就變得隊友沒辦法來幫你 就失戀傷 然後會越破越大 對對對 哦 OK 來看一下歐拉夫被推暈 星多娃修盔賽已經交掉了之後 是Rock的234趕過來 吃了這個玉獅之眼 Patience走得掉嗎 走不掉 玉獅者有毒 所以你 在這種其實經濟沒有拉開的情況下 你自己 你貿然開龍 是無益於自殺 納蒂魯斯 這邊是抓到的一個位置 直接把WING給秒掉了 之後後續想要進場 歐拉夫開局大絕 諸神黃昏閃現衣服 直接把Patience給留住 後面小猜拳的進來 也是把Patience給收掉了 有點虧喔 然後他要先擔任貫穿 出勾 勾到牆壁上面 在球女接了一手大絕 終極指令賣衝 把Biven給捲回來 不過傷害不夠 也沒有後續的輸出了 那也沒辦法 他不猜明你在講說什麼 極了極了 他是真的極了 因為他覺得 我再不做點事情 要爆了 對對對 確實啦 確實很常 比賽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有時候反而你 越極越容易做錯 要慢慢來 你不做 可能HKA就不妙了 HKA 感覺有點亂套了 主要是內地利 打了一個三環 厄薩斯往回想砍 開了一手大絕 開個大小小 你兩個 這個有機會塔莎下路嘛 歐拉夫也靠過來了 3殺2 4殺2 帶一個球女 好厲害那這邊已經就位了 雷歐娜往前一指 然後被娜力50勾出來 但是還好有W的一個雙防加成 日圓聖帽造下來之後 是精華先解掉 小特選這邊身上套著 點燃先往後拉掉 兩邊TP都已經下來了 不飛嗎 往下狂叫猛擊 MNN被頮在牆壁上 雖然說輔助趕過來 不過MNN jest交了一手大絕 然後再交了智ế議 先把自己顯所以拿起來 不過小像是帶人在塔下 還想換掉 太厲害了 他知道對面這一波一定是來殺殺它的 他抓了一波就是對面還沒到 反而對面AD走為失誤的這波 兩邊上路的對局 小澤权師先用閃線奪過來 劍 stop 開出自己S級大招 就被二三四給斬落了 對對對 他沒有要對阿 這個判斷很穩的耶 他大概知道就是對面要來 所以他先出手 先把兵清 他其實打他只是順帶的 接下來是 蜂龍的一個爭奪了亮了TP 這邊的話應該是納爾踢下來 然後首先是Kino先開起手 驚人躲過了對方的控制 往前想勾 沒勾到 斧頭也沒斧到 但是冷獵重擊下在Win身上 Win在死前 這交出了自己的日輪聖盲大絕 但另外一邊的話 Patience被小亮給盯上 在左邊的球女也是捲離手大絕 終極指令脈衝把RedRock給留住 接下來是MN的一個輸出機會 但是小亮一個閃現的狂想猛擊 直接把所有人定在牆壁上面 搭配著小三卷進場 雙瘋狗攻擊 直接帶走這把遊戲的團戰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結束了 這把遊戲的前期節奏了 已經差不多了 你有看看那個團戰嗎 跟我前面說一模 對 我這團戰打完感覺要結束了 本身是BeonGaming被先手嘛 但是我就說了嘛 就是 就是 只要對面一反手 你們完全沒有還手的餘地 是 就只能挨打 而且其實兩個閃現的控制都先空囉 對 但沒關係 因為後續怎麼打都會贏 對 而且小亮這邊太狠了 他變大玩是閃現 剛好把三個人給轟在牆壁上面 我的天 沒有 兩個 沒關係啦 兩個也夠了啦 太霸道了 太霸道了 兩個C位直接被轟在牆壁上面 來成長 另外一邊是奧利安娜 在這個地方 哇 斷道回了 呃呦 猜到 而且是抓到了位子 歐拉夫夾過來了 下路是沒有下路外塔的 那看來 奧利安娜Biven走得掉嗎 身上是掛了傳送 但是可能走不掉 先用自己的球 奧利安娜比了一下位子 歐拉夫開啟諸神黃昏 免疫暈眩 很氣很氣 對 他們沒有中野連動去輻射上下路 是的 閃現一指 畫了一個劍尾 小菜球是交閃現往後一拉 一輪三盲造勢緩作小菜球後面是KIDO往前 是一個自己的大招 然後這邊是敲在了PATCHEN身上 後面趕過來支援的是小亮是半路的情況往前 那現在準備要變大 小亮要準備變大了 其實連變大都不用 直接看了一個S級大招的一個莎米拉 直接把人頭收完了 感覺他應該要砍死星爐拉耶 他回頭了 去幫隊 HKA的開團手段已經消失了 已經沒有了雷歐娜的開團手段 哇 貪了 貪了M&N在此時自己跳出來 是ROCK跟M&N兩個人想要來防守 帶一個Beevan 閃現了一顆球 往前來看他重擊 最後是籃高 BRGAMING穩定地把巴龍給中下來 不過在裡面的ROCK還可以開砍 球皮捲了一手大絕先把ROCK給限制住 不過ROCK這邊還可以回血 因為沒有降治療 ROCK還可以輸出 不過還是被小亮定在牆壁上面 直接壁咚打死 來看看中路 雷歐娜有沒有機會 是往前潤身旁先兆 目標是轉到哈茲奇身上 旁邊是KINO往前一勾 再加上奧利亞的終極指令脈 從1卷3 後面是ROCK直抽後排 但是小蔡卻此時開始 S1大絕開始吸血 而且還可以搭配自己的隊友 打出限制 但不過ROCK的巨劍想要贏血 直接一刀把人給斬落馬 拿了一個Double 準備瞄準他的Triple嗎 沒有 他不貪心 還行啦 經濟差太大了 再來是被卷3個不應該 是二換二 ROCK此時在名副前列 往前砍Q3 先把小亮給留住 不過小亮身上剛剛看了一下 集合好像是沒了 手套沒了 那接下來的話 二殺子雖然是被後續被秒掉 後面WIN進來也是跟著陪葬 想多了想沒有了 不是膨脹 他覺得他打得贏 不打沒機會 但是 雖然是根本打不過 不打沒機會 但是他知道自己打不過 我知道他打不過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 我懂我懂 但這個團說真的 一個二換二已經挺好了 但另外一邊 我覺得奧利亞奈大絕 放的位置真的好 因為他是先給KINO球盾 然後再捲大絕 我看起來是對面雙膝會站太近 打球女就不能這樣子打 就是你今天打 打球女就不能雙膝站一起給人家捲 你好像很懂 就是打球 因為 這個 確實在四盒的壓制之下 此時是KINO往前閃現 直接大絕 然後奈德一開啟一手驚人 瑞瑟棒照的是空了 這邊可能要選擇 先往後一拉 進場的ROCK選擇開看 然後後面WIN也是往前一直 小團犬要倒了嗎 沒有他吸起來了 往前在閃現開啟一個S級的大絕 想吸 不過被ROCK一刀給打死 但狂殺魔忌直接盯了兩個人在牆壁上面 WIN此時看著自己的輸出一個一個倒下 看來身為一個輔助也沒有辦法拯救自己的隊友 往前閃現奧利安娜是一顆重球出擊 直接砸死了WIN 那現在還有一個ROCK僅存在前面 在死前換掉了哈士奇 阻止對方踏上高地 那樣白硬輸這麼多的話 你這波白硬就贏了 喔 充滿不夠啊 我懂了我懂我懂 你會贏回來的東西會更多 對 這個團 我說這個開局有點抖 因為 我當我看到那個小天拳 開始閃現往前的時候 我以為 小天拳要活了 結果 他的劍尾結束 直接被秒掉 呃他進化被騙出來了 對 就是我 就是HK的兩波開團嘛 他們第一波有騙到的感覺 是另外一邊 左下角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在吃巴龍 而且 那個星朵拉是在防守的 有沒有機會來偷 沒有 最後的話沒機會 no chance 然後對方是帶巴龍的 而且Beyond Gaming是一直想要開團的 在陣前叫囂 往前 骨頭力不要緩到的是WIN 要開了 一個逆頭子 但是反身WIN是造出了自己的日輪勝榜 不過現在來看一下兩個輸出的位置 ROCK跟MN 反而是ROCK在側邊被留住了 往上一滑 被留下來 被變大的 小亮釘在牆壁上面 再一次的倒下了ROCK 活不下來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小亮往前 重磅碰壓 想要來留人 一個拋眼 想拋Beevan 不過此時小兵進來 Kino往前勾 阿里阿拉大球捲死的是對方的Beevan 那這個盒已經倒下了之後 第二個盒也跟著爆開了 完了 沒了 這場HKA雖然說在自己的高地前 有一波buying 不過 原來是被Beyond Gaming 這個池底全收 拿下這場比賽 我們恭喜Beyond Gaming 在34分鐘的時候 26比10 收下這場比賽 3 2 4 4 4 5 4 5 5 5 6 5